我叫小马,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由于这个外形 我和闺蜜闹了很多乌龙 我们也会经常一起出去旅行 让自己在繁忙的日子里适当放松 也会拍许多合照,记录美好生活 但我总感觉她的拍照技术不太行 我们有着相似的兴趣爱好 也有着同样的荣誉证明 有男朋友吗 虽然她总像这份功劳归功于我 但我丝毫没有为此感到骄傲和开心 她为不上你 看到闺蜜伤心的样子 我决定给她制造一个惊喜 每个女孩都会有一个婚纱梦 我也是 男朋友呢 我自己下来试试下来就上来 越久越的风静 那我听 我叫小马 是个身高199的女生 由于这个外面 我拥有了很多被动技能 总有人以为 个子高呼吸道的空气格外清晰 其实我们闻到的全是投油 发胶和折磷 甚至通过气味准确判断出几天没洗 男孩子对于自己的身高总是很在意 看到个子高的女生总想比一比 这时我就成了天然的身高测量仪 还要适当地照顾她们的情绪 毕业后参加工作也曾有过职场恐惧 但好像遇见的上司都比较善解人意 闺蜜总说她诞生跟我脱不了关系 我说是那些男生读不懂她的情绪 比如女生吃完火锅对着镜子看气 对方的表现总是不尽人意 作为一个女生 我清楚地知道她想要的是保持美丽 看着男生默默地离去 我告诉她对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相遇 我也曾希望自己在爱情里被宠溺 但这似乎有点费劲 看到别的女生一副娇小年龙的样子 我觉得自己也可以 最终我们成为了很好的兄弟 你要省一个二十一米 唉 闹听 我叫小马 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由于这个外形 我在身边发生了许多尴尬的事情 别人的十分之路用来住宿 出行 而我更多的是用来坐厕所通行 偶尔还会失灵 乡亲一直是我的噩梦 牵牵的阿姨总跟我讲 现在的男生都喜欢大老个 不交情的小门 但我一眼看穿了他们的眼不用重 曾经我也试图改变外貌 那就从内在让自己像个女生 我买了一个小帮助 我询问了自己的人生导师 那我那个琴棋书画应该学习哪像 结果 他给我抱了篮球和花饼 于是我成了队里唯一的女生 我猜想他一定是为了 让我和男生有更多接触的机会 于是我爱上了这项运动 学员换了一匹又一匹 我却成了队里的精英 赢得了众多男生的情爱 也明白了导师的良苦用心 曾有几个瞬间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男生 但突如袭来的大姨妈 成功将我欢醒 唉 脑体 我这小马 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今早起来 突然发现自己莫名走红 我激动地赶紧跑到街上去验证 看来 大家都知道了我是女生 对于总会被当成男生这件事 身边的朋友也没少替我操心 很明显 他生怕我变得比他美丽 当然 这样的外形也让我有了许多和帅哥共识的机会 虽然他们只想跟我称兄道弟 但每当有朋友失恋时 他们却有了用武之地 其实失恋这点小事 没必要放在心里 唉 闹听 我叫小马 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由于这个外形 我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尖叫 我是女的 上学时 女生都喜欢结班去找堂子 我也曾尝试过 看到别的女孩上厕所的手牵的手 我也曾尝试过 但这些更坚定了我要证明自己是女生的决心 于是我开始学习其他女孩 去球场看男生打球 并为他们加油度围 这也让我成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我勇敢地尝试和喜欢的男生亲密接触 并试探他对我的容忍度 后来 他们经常因为我产生政治 偶尔 这样的外形也让我成为人人正强的乡伯伯 尤其是单身女性 每当他们想拍情侣写真实 我就成了未来男友的平替 收费不高 效果带着好像 还挺满意 唉 闹听 我叫小马 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因为这个身高 我的生活总是比别的女孩丰富一点 上学时大家都喜欢最某身高差 我也曾尝试过 看着别的女孩撒撒娇 就能得到心爱的礼物 我也曾尝试过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爱情的向往 为了让自己看起了像个女生 我努力学习各项技能 我尝试化妆让自己变得更好看 尝试锻炼 让自己身材更有曲线 经过不惜的努力 喜欢我的人果然越来越独 但 总管这就越来不太对劲 当然 1米9的身高也总能让我看到许多不一样的风景 就比如眼前这个大哥头顶上真一缕白 出于东北人乐意助人的美德 我选择默默地帮他拿掉 虽然结果跟小的不太一样 但看得出他很是感激 做人做事 总是从中远对 唉 闹体 闺蜜手机里的自己 啊 谁 我承认只有你让我爱的抓夸 个夕阳把我们引开慢慢拉长 不太好看 没有特点 我手机里的闺蜜 美极了 我这没想到 我也是个女生 我去啥 各方面啥 我都没法想 我都没法说 你知道吧 你说呀 说这是我真不喜欢女生 说这是下头女语录吗 是不 不能给我表白干啥呀 你说你 什么是朋友 他说加油 他说拼搏 他说回忆 他说高考 他说以后 以后呢 没钱了你就找我 我够你哪块评价 原来这就是朋友 我叫小马 是个身高1.9的女生 最近好多人私信出我像杨淑宇 当我看到她长发实的样子 又跟自己进行了对比 感谢大家对我这么抬举 大家都觉得高个子女生 应该有运动天赋 但其实我们心里 有说不出的苦 每当跟朋友一起自拍 对马步就藏了 我们入境的基础 上学时 每当寝室出现水源危机 我就成了三个小朋友的保姆 常年累月的坚持 导致我搬大红水的动作 都格外的连贯 娴熟 由于这个身高 朋友经常对我喊 是大大提升了 我的反应速度 女生总会被爱打 篮球的男孩子吸引 但每当我去看篮球比赛时 却老是被别人当成替补 没人知道我当时有多么的无助 但慢慢没想到 你能跟着我 唉 谁说女子不如男 坦白 我去 我闺蜜旁边那个男的 我去 我去 奶茶奶茶奶茶 辛苦了吧 那个男孩子 那个 什么意思 对不对 我不是第一次进入监局 你俩说说话就认识了 就 你过有他没心 要不奶茶别喝了 唉 要不要 马明月 你到底要的没有 没有没有的 你问一道什么饿你 我看到他扫你了 真没药 他骗你是咋的 拿来去买洗衣室 真没药的呀 你说这咋了呀 他鞋子开了没放床 我给我自己放卡了 你脏衣服别放床上 为什么 真想马明月 你可喜欢能吃 甜吗 甜了我甜了再喜欢 嗯 就是我这么老是哈 他说像朋友就会在一起拍 哈哈 那他也是我习惯的换吗 嗯 嗯 为了个男人 你连我 我叫小马 是个身高一米小的女生 据说金牛肚的人 今天会收获爱情 每当看到别人的恋爱 小心机 我也会按捺不住 自己的少女性 但 总感觉在奶茶 有点不康熙 经过反思 我认为爱情应该出其不意 比如利用突然的贴近 制造甜蜜 我觉得自己也可以 哼 这该死的弹跳力 遭受打击的 我决定去吹吹海风 但看到眼前的场景 等等 看来还是有人能欣赏 我的与众不同 于是我决定把握 这次来自不意的机会 我尝试着摆出 优雅的姿态 并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可爱 果然 他似乎对我更加关注 这么好的机会 我必须得保住啊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我明显感受到了 他的呼吸 可突然一字闹铃层想起 一切变得让我有点 措手不及 唉 闹听 我的小马 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大家总说 只想看的是综合实力 但凭借身高的优势 每次我都能吸引 面试观的注意 嗯 看来公司对我的职业规划 已经有了一些头绪 为了在事业上取得成绩 我也曾和同事们相互激励 但老板突然的关心 还是让大家措手不及 看得出 大家都很谦虚 果然 优秀的人在哪都是特例 很快 老板看中了我突出的业务能力 我的职业生涯终于迎来了机遇 老板决定带我出席重要会议 当司机要高级奖 是否救我 我品出了他话中的栽培之意 我开始向时尚经营迈进 直到我发现高级不是营造刻意 高浪也并不局限于疏离 也许 这才是高级感的因子 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唉 闹停 我的小马 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由于这个外险 周围的人老觉得我多少有点毛病 也不是没去过医院 就是总能感受到一些主任的视线 没事 小场面 也尝试过和医生共和 干嘛 小伙子 当然 这样的外形也让我比别人多了一些机会 就是这气氛 同为女人 看来她也懂这份特殊实习的脾胃 闺蜜总说恋爱比大姨妈还遭罪 我说是男神的表现不够干脆 和亲朋好友聚餐 长辈的关心总让我有些为难 但当我努力干饭 总感觉他们很挑剔 闺蜜总觉得和我在一起很有安全感 这让我心里承受了不小的负担 一米九的自尊让我不得不勇敢 但 我就只都有破坦 从小这样的外形让我收获了不少肯定 这大成本 是块大摩特的量 我觉得很有道理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 眼神 注意眼神要有力量 穿高跟鞋 下巴一定要玩 终于有了让大家满意的成绩 每当闺蜜的自尊心受到打击 我就明白了自己的意义 女生在感情上总会有点胜负欲 但突然的来电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看得出她感情很端移 兄弟赶紧给我发护管 我要把你帮你帮你 好 唉 闹我停 我这小妈 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因为这个身高 我有许多无法理解的词词 每次认识新朋友 见面第一句永远是 其实我生下来的一米句 有个一米八以三的男友 也是我的梦 但他们都说自己喜欢 要六点的女生 我问他们 他们的回答永远都是 跟你在一起 我感觉我更像个女生 为了达到脱单的目的 我永远把身高少说几厘 这果然提高了约会的频率 但 嗯 男生的身高真是个谜 作为女生 我也有买买买的爱好 见到好看的衣服 也忍不住尖叫 这点意思是我们的新款 你女朋友一定喜欢 总感觉她不太礼貌 为啥好看的鞋子 永远都击脚 为啥喜欢的女装 都没有大号 虽然总有困扰 好在身边还有朋友 热情关照 难道 我终于也要体验一次公主抱 这感觉真是奇妙 就是有点费脚 这叫咋能拉成这呀 杀 唉 闹听 我是小马 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由于这个外形 每年七夕我都过得十分压抑 大学四年 总以为会遇到自己的爱情 眼看着室友一个一个成功 总感觉他们有点不太卫生 偶尔我也会被姐妹们想起 并且他们总会设法 让我体验爱情 毕业后 我曾尝试着主动出击 利用身高的优势展现自己 实在想不通自己差在哪里 于是我选择默默的离去 后来我认清了一个真理 合适的环境才能找到好的伴侣 肢体身的亲密 让彼此关系迅速拉近 果然 运动前的男生总会主动出击 看到朋友们这么努力 我突然意识到 看来酸的人不知我自己 为了不让朋友们感受同样的压力 我决定将优质的资源分享出去 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甜蜜 我感觉这个气息充满了意义 唉 闹停 我叫小马 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由于这个外形 我最羡慕的身高是160 上学时 160的女生往往最受欢迎 无论跟多高的男生站在一起都很满配 我一度认为自己也可以 但 哪个人 哪个三季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160的女生在哪都能偶遇爱情 而我到哪都能结交兄弟 为了探索160的奥秘 我也曾跟闺蜜虚心学习 她说夏天能快速拉近彼此距离 好帅啊 我觉得很有道理 好帅啊 闺蜜似乎读懂了我的挑剔 你喷这个吧 这个月致命房线还能保湿 实惠一瓶上才卖十几块钱 比中国便宜得多 现在还能领一巴巴 你赶紧吞几瓶 看得出 她也对那个男生不太满意 后来我想通了一件事情 高个子的女生应该主动出击 累了吧 给 看到她努力的样子 我决定展示自己的魅力 很明显 我的热情让她措手不及 果然 上帝给我关上一扇门的同时 别说了 我懂你 还顺手帮我关上了床 以后打球 就带着这哥们儿啊 唉 闹听 我的小妈 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由于长时间保持这个形象 我和闺蜜的友情岌岌可危 出门在外 闺蜜总是丢三落四 我也会好心给她提示 但总会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让友情变质 女生的友谊往往简单而增致 比如利用相同的配饰 让闺蜜聚会更加精致 这 似乎不太合适 好在还有别的方式 精致女孩都爱随时随地拍照片 但闺蜜总是纠结 要不要发朋友圈 因为 女生思念怎么劝都不行 只有我贴心的安慰让她冷静 但 感觉她不太聪明 关键时候还得靠我做决定 算了 她高兴就行 No 我的小妈 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如果你了解我 你会发现你根本不了解我 小马是不是你小马 是不是男的 小马是不是星马 因为我的生活总是充满了矛盾 大学四年以为总能看清未来的发展 眼看同学们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只有我自己在为难 我也试着寻找答案 但 偶尔我也会为爱情心烦 面对男生也有解不开的谜团 凭倦有趣的灵魂我们相谈之欢 看来这次可以脱胆了 又没完全脱成 为了不让纠结成为自己的短板 我试着变得果断 要不 先试试看 我知道不知我自己有纠结的习惯 所以新配方无糖可口可乐 到底是不是时常最好喝的可口可乐 但答案 只有尝试过才说的算 所以后来我俩到了很久 我得跟他讲明白 新配方无糖可口可乐 是不是时常最好喝的可口可乐 我让他先尝试 看来理由还是不够委婉 那我听 我的小马 是个身高一米酒的女生 最近哪有小姑娘说我是哪有瓶屁 我也在深刻反思自己的问题 比如闺蜜逛街喜欢邀请我一起买买买 凭借谦虚的姿态 小瘦小姐姐总能给我区别对待 大姨们也对我格外青睐 还老收获额外的赠品 再比如闺蜜突然遭遇尴尬的事情 同为女生的我比男朋友更懂她的难言之意 不仅能帮她避免大姨妈侧漏的色死 还能亲自去影厕所帮她送纸 但 其实我可以解释 闺蜜带男朋友出门总喜欢变脸 我知道她是嫌男朋友拍照太敷衍 其实她要的仪式感完全能用这台复古相机设计的手机解决 看到她的笑容在镜头中完美展现 才懂她要的并不只是简单的照片 而是女主角的体验 最终效果闺蜜很满意 这种情况也不止是悲还是喜 但似乎 终于不是我自己单身了 唉 闹听 我是小马 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都说想要在公司取得一席之地 除了能力最重要的还有交际 凭借外形的优势 云导对我十分客气 那我只好把握实际 在同事之中我也非常受欢迎 特别是看到有人上班摸鱼 身高的优势立刻转化为强大的使命 老板时常基于我们指点和鼓励 看得出 大家都在深入反省 但只有我在承受着不属于自己的压力 果然对男人来说 女人的一切都是个迷 为了让老板看到我的努力 我也试图内卷到底 而且就算熬夜加班也不能亏待自己 优秀的打工人 就是要兼顾实力与美丽 还要留下奋斗的证据 这个月肯定能多拿奖金 于是忍不住想和闺蜜分享这条好消息 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对劲 没关系 还有挽救的余地 呃 唉 闹听 我这圈妈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最近总说到私信说想和我偶遇 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 但其实 我心里有巨大的色恐阴影 比如早上和不熟的同事上了同一趟电梯 即使我们尽量避免眼神的交替 但突出的身高还是让我一览无遗 看得出他也十分犹豫 果然比色恐更可怕的是两个色恐相遇 再比如剪头时 要时刻保持清醒 因为面对我这种特例 Tony老师总有很多国际化的创意 还有很多让我难以造假的话题 尤其是面对团建这种色恐地狱 虽然心里十分嫌弃 笑容依然要充满诚意 但老板的一时兴起还是让人措手不及 最终还是决定牺牲自己 居然意外地很送欢迎 唉 闹听 我这双马 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第一次和老板出差 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 虽然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但遇到这种情况还是有些崩溃 出门在外要懂得衬托老板的高规 为此我特意做了两手准备 没想到还是输给了老板的品位 我尝试寻找解释的机会 老板面前要知进退 但 为了考验我的能力 老板决定让我替他出席会议 一番话让我体会到了老板的苦心 因为想打破质疑 所以忠于自己 既是温柔也是锐利 女生凭什么接受定义 这次老板肯定对我很满意 看来生殖加薪不是问题 就是气氛有些诡异 唉 闹听 我叫小马 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今天我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劲迪 幸好利用身高的优势 我总能一招之底 但没想到竟然输得一败吐一 终于来到了他的柳地 本以为可以适当休息 他似乎并没有看出我的难意 毕竟 谁能想到某些人看起来光鲜亮丽的 实际船外已经滑到了脚底 本以为孩子们相处都很淳朴 但我忽略了他们的攀比心理 终于结束了一天再娃的疲惫 总算没把自己搞得太过狼狈 甚至还有一碗反馈 本以为成年人不会再为爱流泪 我叫小马 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这也是我第一次聚中相亲 凭借一米九的身高 我总是能一眼就在人群中发现心仪的目标 老人们都说一件中心很有必要 等我老子也扶手达到 为了在感情中抢战现机 我也曾主动参加魅力 她的矜持掩盖不住内心的惊喜 就连一旁的姐妹也看出了她的犹豫 但 相信她心里已经有了我的一席之地 我尝试过利用暧昧拉近距离 比如未经允许就是男神的懂心 她也从来不会觉得我心急 原本以为是钢铁只能读不懂情趣 但 果然爱情不是努力就可以 看得出不止我自己被爱情抛弃 她拒绝了我的好语 我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 这是汤神被剑浇然大白软糖 不添加浙糖脂肪 还能补充浇然大白 除了美貌没有别的负担 我们有着共同的默契 用女人的方式给予彼此心灵的治愈 我这点必须跟她分手 果然友谊才是真意 但 小蜂竟是我自己 唉 闹听 我的小马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由于这个身高 我对事情的理解往往比普通人更刁钻 我时常面对老板的划柄 还总能看到不一样的封键 眼光 要放到床面一样 站着高 果然强者的标准是谢顶 想到这儿我对老板肃然起敬 就是 阿明月 你是不是不服 鼻口长天给谁看了 最终还是让她放下了芥蒂 老板总喜欢赶着下班时间给我们惊喜 小都没差总结会 但这种场合让我多少有点没底 一向谦虚的我决定隐藏自己 但 应该还有挽救的余地 好刺激 老板经常利用周末时间组合团建 在她鞭策下 大家都十分熟练 只有女同事们不太情愿 我知道她是担心自己卡粉被发现 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终于结束了团建的一天 看得出老板也有些疲倦 出门在外得让自己舒服一点 闹听 闹听 好嘞 好